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要开始介绍这个章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System Code跟API到底差别在哪里 因为你们以前一定都听过API 那这堂课OS我们一开始介绍大家最重要的知道的就是System Code的概念 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他们其实是不止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并不是别名而已 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其实OS它就是提供一个Service的Software 那它是提供各式各样的 对我们也看到各式各样的Service 像Communication它可能就需要去Send跟Receive Message 对不对? 那你要去对File要去读写 你就要Rewrite 所以这些File System的API 或System Code 那这些服务提供的方式 我们先提供 现在提供一下 这指的是跟Program之间 程式要去OS做的话 刚刚我们介绍的CLI GUI是使用者 你 人 人要去下指令的话 是用这个CLI GUI 但是Program 你要Run在一台电脑系统上的时候 它能够透过的只能够是Function Code 或者说就是API 对不对? 就是System Code 就是这些Code 所以当然你可以想见 这每一个Service 都会被定义成一个Function Code的形式 这样才能够去呼叫它 然后叫它去完成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在一个电脑系统 尤其透过OS 提供这些Service的 这些Code的方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System Code 毫无疑问的 OS提供的这个Function Code 其实就叫做System Code 我们说它是唯一的Interface 唯一的 所以在一个OS上面 它会定义这个System Code的Layer 那这个System Code 因为它是 跟OS是直接解密连接在一起的了 所以它的确是Part of OS 里面的一部分 最外层那个Interface的定义 那因为是OS 所以它要讲求什么? 小能 对不对? 它不能顾及到所有的人 所以这个System Code 有几个特性 很容易做区分的 它跟所有其他的Code 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第一个 它其实就是一个Software Interrupt 我们之前讲过的 为什么Software Interrupt 因为它才有机会去改变你的User Mode 跟Colon Mode 所以当你Code System Code之后 你一定是进到Colon Mode 你就会离开User Mode 这个是唯一 只有System Code有这个特性 OK? 第二个 它为了效能 所以System Code 通常都是用Assembly Language写的 所以才够快 所以它就讲求效能 它不管这么多 因为其实在上层 你还有Shell 我们刚才介绍的 还有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API 所以有别的人会去解决 使用方便性的问题 那System Code是OS的 所以它讲求效能 优先 而且是能够大家都共用的 其他你有特殊的 你可以在上面再去搭Layer 所以System Code它通常都是用Assembly Code写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我们才讲完 最一 你们在TraceCode的时候 有一个档案要改 是.s档 因为它就是System Code 它就是System Code 定义它System Code interface的那个档案 就是好像叫Start.s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标准的System Code 但是因为它是Assembly Code 所以我相信大家知道 也没有写过 我自己都不会写Assembly Code 老实讲 是真的不会写 所以怎么办 你不会写System Code 你不会写Assembly Language 那你怎么在上面写你的Program 所以会很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跟Shell的概念是很像的 但是Shell是使用者下Command 我们这边讲的是Program 要去CodeFunction Code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Program 在一个电脑系统上 它的这个Interface 它就会再加一层的 就是所谓的API 所以它的全名就是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在一个电脑系统上的 Application 当你要去Program 这个Application的时候 它所使用的Interface 所以它纯粹是为了Programming的方便 还有方便Application而设计的 跟作用系统本身 其实并没有要完全的 这么紧密的关联性 所以你会看见 其实这个API的建立 是在System Code的上面 它是另外一个Layer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 你是API下面才是System Code System Code 之后才去执行 OS里面的那些Function Service Routine的程式 然后操作Hawai 所以其实各位在写Programming的关键的时候 为什么都叫API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不说System Code 因为你并不会直接Touch到System Code 其实你是Programming against API这个Face 你并不会直接Code到System Code 你可以但是比较少这个Case 好 所以我们说System Code是一些Assembly Code 那API到底是什么 到底谁在加这个Layer 那其实最常见的 其实这个API的定义 我们等一下会有例子 就是也有网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Windows的API 还有Linux的这些API 但是基本上这些API 它的形式就是一堆Library 事实上C Library 是被定义为一个作业系统的API之一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C Programming C Programming 在系统上面 那是因为一般大部分的作业系统跟电脑系统 它的API是使用C 这个Language 就是它的API 那可是当然这不是唯一的 像我知道大家有些在手机上 现在越来越热门了 或Android上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Java 这也有的 所以说它就是定义的 它上面的API 它就舍破 可能只舍破 或它至少会舍破Java 所以它就是encourage上面的Program 是Programming against Java 然后Java再去扣下面的System Code 那所以它其实就是可以看见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Language 但是比较System的Language 所以我们常叫System Programming Language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往往这些Language被定义为一个电脑系统的API 它的Standard API 你就通这些方式语言去做Programming 那如相对的 如果它只有include C 你不会C 怎么办 那很抱歉 你可能就要去Code System Code 那直接Programming against System Code 当然就很难嘛 很复杂 所以当然就必须被限制在这个API上面 好 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不同Layer 可是它们的角色 不是单纯的在做Translation 跟Forwarding而已 不是说一对一的关系 它根本是两个Layer 所以它们的目的都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一个API的Function Code 它可能会变成很多个System Code 才能够完成它 所以是一对多 也有可能是一对零 也就是你Code了一个API 可是API居然完全不Code任何的System Code 它就可以做完 帮你做完这件事情 它们两个对应是没有绝对的关联性 因为咧 要回去想 API的目的只是方便使用者做Programming 那所以很多事情 举例来讲 我们这边有这个像是数学 对不对 大家一定常常Code到Mass Library 对不对 所以你会直接Code ABS就是可以取绝对值 这件事情只是单纯的在做数字的 只是在做这个数字处理啊 所以根本不需要OS进来 对不对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的API 还是会有这个Function Code 因为方便你写Program 所以我只要Code这个Function Code 我就完成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或者说指数 这个可能带单准 指数 大家就可以想见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你用一个Function Code 直接把它包起来 容易操作 所以API的目的 是要方便使用者写Program 跟OS 只是当你有一些Code 当然会需要OS 那那些Code 当然就会Touch到 或者使用到System Code 但是很多Function Code 在API的定义 并不是一定 不是单纯 只是为了要让你去Code System Code 它的目的还是在于 怎么样方便使用者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对到零个的 并不是一个API 一定会Code到System Code 请不要搞错了 相对的 很多的API 其实是需要好几个System Code 才能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使用者 使用的方式五花八门 尤其是你想要去 allocate memory的方式 对不对 或者是你在做IO 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你觉得是比较方便你去使用 这些资源的 可是System Code 却希望是越少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越多 你要debug就越多 越容易问题等等 越复杂 所以最好就是每个System Code 完全没有交集 每一个人就做一件事情而已 然后很单纯 很简单debug 然后没有任何干扰 各做各的 所以当你在做这些方便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下面的System 可能就会对到好几个 我们大家有例子 简单一个Fopen 你都不会想到 一个Fopen是API 可是它对应到System Code 至少是三四个以上 才能够完成那单纯的一个Fopen的动作 所以它其实有可能变成一对多 甚至于还有很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像这边 manlock跟free 大家知道API 它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有用过 可是它去code的System Code 其实是同一个 叫做brk 因为其实你要去增加减少 那个只是一个参数的差别 所以它其实只implement了一个System Code 只define了一个System Code 可是API为了方便区隔 所以它把它变成两个Function Code 但其实它们两个 都是只是code同一个 只是参数不同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关联性 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想见到 没有任何限制 简单来讲 就是看你的需求的问题 一对多多对一 甚至于不同的API Code 对到同一个System Code 这都有 好 所以System Code和MPI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API很重要 API不会code到 不是guarantee 首先它不是一个interrupt 它不会直接产生一个interrupt 是里面当它code到System Code的时候 才会产生一个interrupt 你code的API 并不会进到kernel mode 是API里面 如果它code到System Code 它才会间接的进到OS里面去 叫OS完成 所以这是很大的差别 所以API是大家很熟悉的 C、Java 这些System的programming language System Code通常就是Assembly Code 才够快 然后它是非常简单的 System Code非常简化 然后希望它能够非常快可以做完的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System Code是一个interrupt 意思代表 它其实是打断别人 偷偷的过来 赶快做一件事 所以被打断的人 当然很不高兴 如果你被打断很久 对不对 所以System Code一定要implement的非常简洁 然后越快越好 还不要去影响到原来在执行的那支程式 可是API是完全是 只是我自己要去做这件事 方便我自己 所以我虽然做很久也没差 所以它就是用C、Java都OK 好 那这个只是make sure大家观念正确 当我们在讲interface跟library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C library 我们讲到API的interface 所以其实大家学programming的时候 应该也都有建立了 对不对 就是各位写的一个program 其实都是call这些function code 那这个function code的定义 就是我们说的interface 尤其在OO跟Java里面 大家会很清楚看见 对不对 所以你只定义了interface而已 那这个interface要怎么被implement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implementation 就像这边看到的简单的一个指数 对不对 那我可以写个for回圈在那边 看你要是2的几次方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乘 对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比较聪明一点 厉害一点的 他就会写这种shift 他就知道 其实是binary 所以我就shift 一个位置就等于是乘2了 那更厉害的 有hardware support 各位在读第七章synchronization 我们也会提到 有些function code 为了让它真的要够快 你可以在hardware support 就是你真的做一个hardware的device 然后去可以去帮助你做那一件计算 所以你要做的事 你就是call那个hardware的instruction 就对了 所以这就是hardware的support 那所以就瞬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但你还是要call the instruction 所以有三种 这边你可以看到 就是三种不同的implementation 那所以这个每一个implementation 就是我们俗称的 library就是这些implementation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看你要call哪一个 所以这个是library 所以我们刚才说interface API是定义在这边的 只是单纯就是定义它的code的方式 那不同的implementation 其实是可以存在的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作业系统 Windows 对不对以前最常见的嘛 所以Windows它的API 你去看它就叫Win32 现在好像也只有4了 因为那应该只是几个bit的指令而已 所以 不过anyway 之前是Win32 那大家可以去看它的这个定义 还有它的完整的API set 到底有哪些function code 是被defined的 所以Windows这个作业系统 它就要求你用Win32的API 在上面做programming 那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C 或者它可能有提供加法或其他的 不过就是它定义的这些 那 就像刚才说的 它不是system code 不要搞混了 好 那 除了Windows之外呢 另外一个很大的阵营 到现在依然存在 我们知道就是Linux这一派 对不对 这些Usenix Linux 那其实这些作业系统 包括了Mac也是 它们的API 都是follow Poxy 所以Poxy 其实是这些 它们这些community 或是developer 它们共同同意的一个标准化的API 就叫做Poxy 有全名啦 你可以看见 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for Usenix Usenix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些作业系统 其实它们是不同的作业系统 我们都知道的 所以它们的system code 其实是不一样 它们的始作也都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API 这个interface的定义 我们刚才提到的定义 是完全相同 所以它们都是属于Poxy 所以它们在开发的时候 它就要保证自己要写那一层API make sure 它是可以call它的system code 然后提供这边定义的所有的 这些API code 那所以为什么叫Portable 就很显而易见了 因为今天 今天user的program 是programming against这个API 所以我今天虽然在比如说 Linux上写我的program 这是一个特定的OS 我在上面可以compile 可以执行 我今天就有办法把它 拿到Mac或Linux 另外一个作业系统上 重新compile 不用改写我的程式 因为里面code的API 长得完全一样 它们是定义好的 所以就可以Portable 意思就是你不需要重写程式 你只需要重新compile compile是一定的 因为instruction不同 它为了不同 但是你的program 是不用动的 因为API没有动 所以它们的library可能不一样 但是interface是完全相同的 可以吗 所以Portable 大家应该知道 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太基础了 像我们这学期 因为加了其他作业 所以没办法让大家写 Pthread Programming Multi-thread Programming 可是大家可以稍微知道 Thread Programming用的是 Pthread Library 为什么叫做Pthread 为什么多一个P在前面 因为是Poxy 那个P就是Poxy的简写 也就是Poxy 这个API 的interface架 定义的Thread的function code 所以 意思就是 那个Library 是为了support Poxy API的 所以基本上 现在作业系统 我们知道它都有 包括了可以提供 Thread Programming的API 那Poxy 这个interface里面提供 Thread Programming的API 的Library 我们就叫Pthread 所以会有一个P在前面 指的就是Poxy 好 那最后一个Java 所以当然 为什么Java 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是个Language 但为什么它也有一个 自己的API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 Java是非常特殊的一个Language 因为你们应该也有知道 它其实是Run在一个 所谓的Java Virtual Machine 所以 它其实是Run在一个 自己虚拟的Virtual Machine上的一个程式 简单来讲 就跟Nachos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 大家看到Nachos 大家就知道 这些Virtual Machine Java 其实都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它其实在它自己幻想的 这个环境里面执行 所以相对的 等于是它可以control这个Machine 对不对 它不管你下面真实的Machine 是什么 根本不重要 因为它其实都是让它自己 模拟的Machine上 所以我们说Java的Portability 更好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其实是Run在自己的假的Machine上而已 所以它可以更保护你的程式等等 就可以做到很多其他语言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Java 因为它自己也是一个Virtual Machine 所以它自己定义的API 就叫做Java API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例子 这只要看而已 不用 只是刚才体会而已 所以 什么叫做一个System Code 就像这边这个例子 它只是很简单的 我们要去call一个 如果我们就要把一个content 从一个file copy到另外一个file 诶 有问题 刚刚那样子Java的Virtual Machine 它们就要support很多种不同的意思 嗯 嗯 对啊 是没错 它要转到下面去 对 那这个事就是它 它就帮你去做这个部分 对啊 所以Java它的相对它也会比较慢 我们之后会讲 它要translate你的code 对 所以它要translate的code 变X86 或MIPS 这些 它要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它的run time 就像Nachos一样 所以它会比较慢一点 嗯 所以它相对 都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tradeoff 就是你要它越general 然后越portable 的话 你要做的事情相对会越多 对啊 我没有那么仔细去看 但是还有一点是 我不要搞错 是 像Java 你去download的时候 它应该也会问你 你要哪一个 版本 对不对 你要run哪一个machine上 哪一个instruction的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是把它整个打包下来 然后 所以你当然是针对 所以 所以是这样子 但是对啊 developer它就要 都写啊 那一块 那就是 有点像写 就苦力嘛 对 很多soft developer 也是需要做那一块 对对对 好 好 不过这边可以看 这边只要大家看 我只是很简单的copy这件事情 你们大一大二到许过这种程式 这是多少system code 大概零啥啥 十几二十个system code 每一个都是system code 然后你要按照那个很琐碎繁杂的 我也没有仔细进去看了啦 只是大家知道就是很复杂啦 所以如果你要system code 那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要写很low level language 你还要知道它很detail 然后它的设计 非常programming friendly 或user friendly 所以你还要自己figure out 怎么去逗它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叫API就是这样啊 所以大家都用过嘛 C library 里面 我们就call一个fopen 或是fread 然后再写一个fwrite dunk 三行 对不对 所以里面相对的呢 你就会看见它会 一样会有很多的parameter 那 这只是例子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太那个 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 所谓的API 大家都用过 所以很熟 知道 这就是API 然后里面的每个field 其实通常 就是它的设计一定是很明确的 是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才有那些field 对不对 所以那些parameter 然后都会有清楚的定义 你会看见它定义是什么 所以你通常就很好用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 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 其实不同layer 所以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 user的application 他会先去call API的library API library里面 如果需要OS的帮助的时候 他会去call system call 那他call the system call 的时候 才会进到我们的OS里面去 去透过interrupt的那一套做法 然后把这个去call service routine 然后再回到 return回到 这个API的部分 所以其实是两层的 但是很多的API 其实是 我们说的 他根本没有touch到system call 那他就是单纯在 API那边做完了 OK 所以这一样啦 standard C 大家就更熟了 对不对 所以printf 因为你要把它 output到screen 这是一个io device 所以我们说 那个instruction 一定是prev instruction 所以你要call system call 那system call 你就会透过API 去call system call 再进去 去下那些prev instruction的指令 好 所以是这样 那call完之后 他才会return 回到原来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ystem call的流程 对不对 是一样的 所以你自己call 所以当然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好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很能体会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system call上 又要再加成API 或就像shell那样概念 对不对 第一个很简单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很快写program 用c java这些language 第二个portability 像proxy 所以proxy 为什么会有proxy这个interface跑出来 也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整合 所以对抗当时的microsoft 第三个呢 Efficiency Efficiency的意思就是 其实很多的call 其实不需要callOS的 那对于一个系统运作不是那么清楚的人 有时候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call system call 因为system call 是一个非常expensive的call 因为他不是只是call 只是把你的program counter 一个位置 他是interrupt 对不对 你们最易就会脆蛇 那整段流程 所以他是非常比较花时间的 而且会用到OS 所以会影响到其他使用者的那些控制 所以扎了一层API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使用者通常在用的这些事情 他可以帮你用最efficient的方式去implement它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copy一个file 二十几个system call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自己写 你有办法写到最好吗 可能赢不过人家吧 我自己设计OS的人 我知道怎么去call这些system call 去完成一个fprint 对不对 最efficient的方式 到底要call那些system call 怎么call 所以透过API 就可以去改善这个部分 让使用者不需要去对于下层 到底怎么实现这件事情 到这么的了解 好 所以其实也有efficiency 这个事情在里面 好 最后这一块 其实稍微讲一下 你们都知道 也就是system call 就是像一个function call 一样 就像大一在交 对 function call的一样 就是要 从这一块是你要passing 这个parameter 所以parameter的passing 其实有几种方式 就是完全一样 就是function call 所以它只是后面的流程不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 基本的把passing这个parameter部分 是跟一般function call是完全相同 所以这边只是稍微讲一下 那 比较重要的是各位的作业1 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现在的这个implementation 它是用哪一个方式去passing这个parameter的 那passing的方式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你们很熟悉的 第一个直接用register 所以就是register 所以你就写到register Entry CPU就会读到那个值就可以做事了 第二个 table of memory 简单来讲就是pointer 就是传一个pointer 完全一样 所以就是 意思就是当你的这个system call parameter 它可能要拆很多的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做的这件事情 是create一个data structure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然后把这个data structure the pointer 传进这个function call里 对不对 所以收到这个 被coded 这个function call 它拿到pointer 它就可以去读这个data structure里面的值 所以 这就是这边的这个意思 所以 一样 system os 也是这么去做的 只是在于说 os 因为它是有所有权限 所以 今天它任何一个人 给它的pointer 它都可以去access 它都不会被挡掉 因为它已经在kernel mode里面了 好 最后一个就是stack 所以也就是 一般的function call 我们直接塞参数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其实会放到一个 我们的到 讲这个process下一节的时候 会讲得更清楚 所以每一个process 它都有一块memory 叫做所谓的stack 所以你可以把东西push进去 然后pop出来 所以第三种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个 制定好的这个stack 基本的架构 所以你 by default caller 被code的caller 被code的人 这个function 它就知道去pop这个stack 然后把里面的值拿出来 所以它可以一直pop 一直pop 对不对 所以这一样 这不需要记 这个就有点琐碎 这个你们应该是 大一function call 概念就应该有了 所以system call也是一样的 简单来讲 它这只是图 这没什么 所以你可以 把资料 放到某一个地方 这是table of memory 然后你把 x这个pointer 放到register 然后就可以读出来 就知道 资料放在哪里了 那只是说各位的 home word one 我会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你不要只是copy paste而已 稍微看一下里面content 你就知道它是 用刚刚说的三个里面的哪里 这个希望大家去想一下 demo的时候 或许TA会问 到底它是用哪一种方式 去pass 这个system call的parameter 好 所以 这部分 我想暂时不问了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所以这个大家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system call 跟API的差别 清楚的知道 它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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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